大家好,我是小薇。 9月25日晚间,奥特曼在其官方推特宣布,正式开启ChatGPT的多模态功能,并添加了语音交互、图像识别功能。 从今天开始,ChatGPT已经具备了听觉、视觉、以及语音播报的能力。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Plus和企业用户可以上传图像,并和ChatGPT进行交互。 移动端的用户还可以使用语音功能和机器人进行对话。 ChatGPT移动端使用了开源的Whisper工具,可以把用户的录音转录为精确的文本。 而且,ChatGPT还提供了五种专业的播报员,可以完成富有感情的文本转语音播报。 In a pocket or under a tree? Oh, where could my little keys be? I checked in the fridge behind the TV, even the cat looked up, as if to plea. They jingle, they jangle, they open the door. Once in a tranquil woodland, there was a fluffy mama cat named Lila. One sunny day, she cuddled with her playful kitten, Milo, under the shade of an old oak tree. Milo, Lila began, her voice soft and gentle, you're going to have a new playmate soon. 而图像交互功能,则是最重要的更新。 ChatGPT结合了图像识别技术和GPT4模型的推理能力,可以完成复杂的图形分析和解读。 该功能可以在移动端、PC端使用。 尽管该模式还没有正式推出,官方已经发布了完整的移动端演示动画。 例如,一个用户不知道如何降低山地自行车座椅的高度。 此时,使用手机上的相机拍摄一张图形,并上传到ChatGPT。 输入问题,要求ChatGPT读取图形,并提供解决方案。 此时,ChatGPT就会快速提供多种解决方案。 ChatGPT还自带了简单的绘图工具,用户可以使用画笔选中特定区域,要求ChatGPT进行解答。 拍摄一张工具箱的图像,输入一段命令后,ChatGPT还会帮助用户选择正确的工具。 该功能会在近期推出,小微也会为大家详解操作方法。 不过,作为ChatGPT的竞争对手,BART已经提前推出了图像读取功能。 现在,上传一张同样的图像,要求BART进行解答。 从生成的答案可以看出,BART同样可以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上传一张特写图像,BART同样可以识别图像中的零件,并提供使用方法。 不过,BART暂时没有提供移动端应用程序,也没有提供绘图工具和语音输入功能。 POM2模型的推理能力也要略弱于GPT4模型。 不过,BART的优点是完全免费,适合没有ChatGPT Plus账号的用户使用。 与此同时,DAOE3模型也将在近期集成到BingChat中。 目前,该功能已经向少部分用户开放测试,可以支持精确的文本输入。 最快在下周,ChatGPT、BingChat、微软ImageCreator的用户就可以免费使用该工具绘图了。 然后,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Alpaca插件的Fill功能。 近期,有很多用户都反映无法使用Photoshop的生成式填充功能。 不过,使用免费的Alpaca插件则可以作为替代,完成生成式扩展。 点击下方链接,进入Alpaca的官方网站并注册一个账号。 进入后台,我们可以看到,Alpaca提供了素描、填充、放大等功能。 其中,Fill功能可以完成智能填充和扩展。 点击Download按钮,就可以免费下载并安装该插件。 把下载好的插件解压到Photoshop安装目录的Plugin文件夹内,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现在,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Alpaca的Fill,也就是图像扩展功能。 导入一张图像,使用裁剪工具,拉伸至合适的位置。 然后,使用矩形工具,选择需要扩展的区域。 点击Alpaca插件下方的Fill按钮,无需输入提示词,就能完成图像的延伸。 和Photoshop一样,Alpaca同样会生成一组四张图像。 现在,点击Import as Layer选项,就可以应用当前的图层,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延伸后的图像和圆图风格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操作也很简单。 最重要的是,该插件为用户提供了无限制的使用次数,而且完全免费。 此外,Alpaca还有很多强大的功能,其中包括图像生成,素描图上色,图像放大等。 我已经在之前的节目中详细讲解过Alpaca插件的操作方法,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即可观看。 然后,我再为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重要人工智能新闻。 1. ProPainter视频编辑工具 近期,南洋理工大学发布了一个名为ProPainter的视频编辑工具,可以轻松完成视频中物体的移除。 该工具的操作方法非常简单,上传一段视频,使用遮罩工具选中需要消除的物体,点击输出视频即可。 我们可以看到,只需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视频左侧的人物移除。 经过编辑后的视频,完全看不出修改痕迹。 从官方提供的演示动画可以看出,该工具可以轻松完成高速运动的物体,人物移除。 目前,该项目的代码已经发布。 ProPainter可以完成高质量的物体移除,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 2.错觉图像生成 近期,随着Illusion Diffusion模型的发布、错觉、幻觉类图像的制作已经变得非常简单。 除了使用Stable Diffusion,我们还可以使用Meet Journey生成高质量的错觉图像。 第一步,输入一段提示词,生成一张黑白色的错觉图像。 把模式调整为Remix Mode,点击图像下方的Vari,Suttle选项。 输入一段新的提示词,就可以生成一组混合风格的图像。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Create,免费设计此类图像。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进入Create的设计页面。 点击Pattern选项,就可以在右侧选择多种类型的图案。 点击对话框下方的Random Prompt,可以获得随机的提示词,非常方便。 设置完成后,点击Generate按钮,完成图像的生成。 目前,Create完全免费,无需注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尝试。 3.Pokelabs新功能 文本转视频工具Pokelabs,在近期完成了多项更新。 现在,用户可以在视频中添加文本,并以各种形态显现。 在对话框中输入文本转视频的提示词,并在后方添加需要显示的文本,就可以实现炫酷的动态文字效果。 此外,Pokelabs还新增了参考图功能,用户可以上传各种样式的logo或图形,并嵌入到视频中。 输入Encrypt Image命令,上传一个图形,输入提示词,就可以获得一段短视频。 现在,登录到Pokelabs的Discord服务器,就可以使用新功能了。 如果把幻觉艺术图像和Pokelabs结合,还能生成炫酷的短视频。 4.亚马逊投资Enfropik 9月25日,电商巨头亚马逊向ChatGPT的对手Enfropik投资40亿美元, 用于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Amazon旗下的AWS,也就是亚马逊云服务,将成为Enfropik的主要云服务供应商, 并使用亚马逊研发的AWS Trinium和Inferentia芯片, 为Enfropik提供模型训练和云端部署服务。 亚马逊和Enfropik的强强联手,将会加大Cloud-R模型的应用范围, 并为企业提供安全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 亚马逊是网络云安全领域的行业领导者, 并将和Enfropik一起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和良性发展。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再见。